这么大的鹅脚鹅翅 你们有没有见过 大家好,我是三哥 这是我们潮州丝头鹅的鹅爪 今天我们拿到来卤 备料很简单 一点南姜,一个蒜头,一个卤六包 开始来起卤水 锅内加一点水 再来一点冰糖 再来几滴油 炒一点糖色 起一点糖油 卤水煮出来不会太显影 而且这个颜色也比较鲜亮一点 让这个糖色,颜色变深 炒到这种枣红色就可以了 来加入盘子 再来加入酱油 鱼露,盐 南姜下,蒜头整个下 卤六包下 再来一勺葱油 重点来了,这个鹅翅膀比鹅酒难熟 所以就先下去煮 鹅翅膀先卤5分钟 鹅翅滤5分钟 把鹅酒放进去 卤水一定要泡到鹅酒跟鹅翅 这样卤出来才入味 煮盖后盖上盖子 又是重 又转小火,让它焖 半个小时 焖了啊 3分卤7分泡就这样 还要管奶酱 煎猫一盖,叫奶酱比 就有双不利 来煮好吃 还有网友老是吐槽 三个的卤六包包装 太土了 脱了巨脂 找人设计了这个 这是老包装 这即将到的新包装 一样的卤六包 差不多可以换新了 先倒,开盖 看一下这个爪子 卤到它断筋就可以了 这皮不要裂,裂的就太熟了 口感不好 出锅 家常版的卤鹅酒饰 这样卤出来的鹅酒饰 颜色好看 又非常的入味 做得还特别的简单 试音师 你要吃鹅饰还是鹅酒? 要吃鹅酒 好,我先替你尝一下咸蛋 够了 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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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